好,我们来说说什么叫蓝尾吧 请看这是人类的那个大肠肆意图 呃,换个颜色比较清楚 这是个切片 这一段是小肠 从这边开始 才是大肠,写个大字 这边是大肠 那其中这一段呢 有发现这边是封闭的 这边是开口的 这一段就是盲肠 大家常常听到的那个盲肠 而盲肠它的末端 这边有个小洞洞 这洞洞凸出去是个子状凸起 像个手套的那个一样 这个构造就是蓝尾 就是刚刚所说的蓝尾 要看那个蓝怎么写哦 很特别是这样写的 蓝端的蓝没有木质边 蓝尾 好,那蓝尾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呢? 大家,如果你今天食物吃进来 食物从这个洞不允许跑到蓝尾里面 它会出不来 这些食物常常就会在蓝尾里面腐烂 支生细菌 此时你的蓝尾就发炎了 这时候你的腹部就会很痛 这腹部是右下腹部 右下在这个位置 这个面对着你嘛 这是他的左边 这是他的右边 如果你的右下腹部剧烈疼痛 去医院 医生会开始压 一压 压子好痛哦 医生就跟你讲 啊 对,盲肠炎 但是那个医生在压 然后跟你讲病情的时候 可能会问你啊 同学,你是学什么的 那你之后就说 我是三类组的学生哦 我生物很好 我是大肠 我生物七十分 对 那这时候医生就会 嗯,跟你说 你蓝尾发炎了 你得蓝尾炎 然后这时候就 你就会回 那什么时候开刀 什么时候进手术室 你看这对话 是非常的平静的 但如果今天是个 没有学过生物的人 医生发现 啊,蓝尾发炎了 他不会跟病患说 你蓝尾炎 他会说 你盲肠炎了 因为一般民众 只听过盲肠炎 知道吧 所以以后如果你发现 你得蓝尾炎 事实上是蓝尾炎 蓝尾炎很严重哦 所以通常要立刻手术 因为有一个情况是 蓝尾发炎了 如果还没破 赶快开刀 把里面洗干净 把里面的食物弄掉 严重者他可能会破掉 破掉里面的食物残渣 跟细菌会跑到整个腹腔 整个腹腔的腹膜 就会有细菌感染 会衍生成腹膜炎 再严重者 这个菌就会进入血液 叫菌血症 都是致命的 所以通常一开刀发现 蓝尾炎已经破了 这时候呢 你的腹腔要打至少两个洞 一个洞是让生命的 陷水跟抗热度进去 另外一个洞是排出 洗你的腹腔 这一定要洗 如果你没有洗干净细菌 里面就有细菌之身 都是致命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蓝尾炎 你就马上要安排开刀 你可能后几天就要住院 这样子 这是蓝尾炎 好 最后补充一件事 有人一出生 就想把蓝尾割掉 因为怕以后的蓝尾炎 蓝尾炎 它有什么功能 最近的医学发现 人类蓝尾的功能了 蓝尾是 好菌的储存库 什么意思呢 它怎么发现这个现象的 去医院发现 有些人严重腹泻 严重腹泻好了 有些人恢复得很快 有些人恢复得很慢 后来发现 那个恢复慢的人 蓝尾都不见了 蓝尾被割掉 就曾经得过蓝尾炎割掉的人 他腹泻之后 恢复得比较慢 为什么呢 因为腹泻就是龙毛整个脱落 把整个肠子洗过 好菌坏坏都洗出去 所以你知道拉西的时候 是好菌会全部洗掉 只要宁可错杀一把 不要放过一个 所有菌种都拿掉了 所以腹泻后 通常会有人建议 如果严重腹泻后 好了 吃好菌 异菌 重新种好的菌种 对 可是一般人没有吃这种菌种怎么办呢 这里面会有好菌在里面 所以当你洗过肠子之后 好菌会出来 到小肠到大肠 重新接种好菌种 你的消化道会恢复得快 如果你没有这个蓝尾 可能是坏菌先进来 你的消化道的发炎 可能要很久很久才会好 所以目前发炎它的一个功能 储存好菌种 它是菌种的保存库 我们先刷这里 我们先刷这里